就是家庭醫師他是要照顧全家人的身心的健康 不管身體上的一些疾病 或者心理上的一些支持 都是家庭醫師很重要的角色 那你在這邊跟各位母親說母親節快樂 那舒華也是母親 她是兩個孩子的媽 舒華母親節快樂 謝謝大家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活動 跟母親節一起結合真是非常有意義 它就象徵著家庭醫師 就像是很多很多病人的母親一樣 給大家最細心的一個照顧這樣子 那今天的活動也非常希望可以把家庭醫師 然後什麼是家庭醫學 它的重要性推廣給很多很多的民眾知道 所以呢也非常高興 就是現場有很多很多的貴賓 也一起來參與了今天的活動 好 我們首先歡迎就是 我們嘉義科的大家長 李孟治理理事長 他同時也是 歡迎大家來 王卡世界家庭醫師組織亞太區的理事長 歡迎 是亞太區主席 非常厲害的主席 很早的可以把這些病人找出來 那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任務啦 那他們在外面有設一個攤位 那裡面有一些很有用的工具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跟他們索取一些資料 那也很感謝亞東醫院給我們的支持 在外面也 他們這邊也來設了一個攤位 是在推廣這個安寧環核醫療 那國內安寧環核醫療也是我們嘉義科醫師 非常熱烈參與的一個領域 這個安寧環核醫療是我們這一次就是學會的一個紀念品 但是就是有用過的我們的工作人員都說還不錯 就是他很快乾而且吸水力非常的強 所以如果就是大家當作那個母親節的伴手禮 我想媽媽應該也會蠻高興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多多贊助囉 謝謝 好那掛起來很漂亮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這個理事長 李孟致 李主席 來幫我們致詞 致歡迎詞 謝謝 那各位嘉賓 我跟各位報告為什麼選在今天 很多人都提到今天是母親節 為什麼選擇今天來辦世界家庭醫師日 我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母親時時刻刻陪伴我們 慈母手中線 優子身上衣 菱形蜜蜜逢 異孔遲遲歸 母親永遠陪伴著子女 不管她失意得意晴天雨天 家庭醫師永遠陪伴她的病人跟家屬 支持她 鼓勵她 我們兩個愛能夠結合在一起 並出火花 我們希望世界家庭醫師日 跟母愛的偉大能夠結合在一起 與其今年 等下我們張副秘書長 她特別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年的主題 世界家庭醫師日的主題是 戰勝憂鬱走出憂鬱 我們看過往 我們不管是最近林毅涵 這樣的一個傑出的作家 或是我們昨天成大非常優秀的 一個世界級的教授 都因為走不出憂鬱症來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家庭醫師 能夠幫助我們的社區的民眾 跟我們的患者 早點體悟到什麼是憂鬱 早點覺悟到憂鬱不是他的錯 不要自責 你需要是幫助 專業協助跟資源的投入 然後我們只要度過這個難關 走過這個黑暗 我們是可以看到 黎明的到來 光明的來到 我們今天安排了很多好的節目 各位來賓 我們家庭醫學會 為各位準備了康乃馨 請大家接納我們家庭醫學會 給每一位來賓的小小的禮物 那這個禮物今天過了以後 不要怕它凋謝 它是一個肥皂 所以你也可以拿來洗手 所以這個 你如果要放著的話你就放著 你如果想來利用它 你就繼續利用它 我們每一位來嘉賓 我們都送你 表達我們對你們的祝福 我們祝福在場的媽媽 媽媽的媽媽 未來的媽媽 所有的媽媽 全部永保青春健康 家庭醫學會 永遠與大家在一起 謝謝 好那謝謝理事長 謝謝主席 那接下來我們請張碧政張醫師 那張醫師是我們這個 家庭醫學會的副秘書長 他也是這個 就是世界家庭醫師組織 亞太區的秘書長 他同時也是代表這個全體醫師 台灣這個全聯會的副秘書長 那我們歡迎他來 幫我們講一下 什麼是家庭醫師日 家庭醫學會的李理事長 黃副理事長 我們張常見 還有各位在場非常多 我尊敬的前輩們 大家好 我是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張碧政醫師 今天很榮幸能夠代表全聯會 跟全聯會的理事長 邱太元教授立委 他也是我們家庭醫學會的 名譽理事長 來參加今天世界家庭醫師的活動 他特別表達對於全國所有家庭醫師的 感謝與尊敬 我一邊講一邊放一些頭影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5月19號 我接下來介紹一下 世界家庭醫師的緣由 這是一個全球家庭醫師的一個紀念日 叫做World Family Doctor Day 這個紀念日是Wankar的所有會員國組織 在2010年的5月19號 在第19屆的世界家庭醫師組織年會 就是Wankar World Conference 在墨西哥肯昆市所舉行的時候 所提議的 當時我跟幾位師長 邱太元理事長 陳慶瑜教授 蔡師之主委 都在現場 我記得李理事長也在那邊 跟全球的代表們一起鼓掌通過 這個決議是經過WHO的認可 也獲得了全世界的廣大迴響 所以這個紀念日不僅是對於 家庭醫師多專科的肯定 也讓更多的人 能夠體認到家庭醫師 跟家庭醫學的重要性 台灣家庭醫學會 每一年都熱烈的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 曾經發表過的主題包含戒菸 還有電影《家庭醫師》的一天首映會 拍了兩集 很多人應該都拿過DVD的 還有辦過真文比賽 今年更特別 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現場跟道具跟蹤 還有等一下會有非常美麗的表演者 用一個迷你音樂會的形式 我們期待能夠呼應世界家庭醫師組織 憂鬱症防治的主題 讓家庭醫師可以陪著病患走出憂鬱 世界家庭醫師總會的主席 World President 他們在非常多次的公開演講裡面 引用了台灣歷次的世界家庭醫師日 就是慶祝活動的照片 所以這真正的是我們台灣之光 而今年Wangka News的主編 更優先邀請台灣提供活動的資料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資料 在官網上聚焦台灣 Feturing Taiwan 2015年台灣在台北 辦理非常成功的Wangka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所以我們的家庭醫學成就 已經獲得世界各國的認可 必正今年有機會追隨著李理事長 擔任Wangka亞太區域組織的秘書長 也一定會將目前台灣努力著重的水平 跟垂直醫療整合 以及社區的長期照護模式 逐漸建立的家庭醫師制度 帶向國際 點亮台灣 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的家庭醫學 今天是母親節 先祝福全天下的媽媽 加節愉快 同時也要預祝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 更希望台灣 在2020年之前 能夠成為一個人人都有 家庭醫師的幸福典範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張碧珍秘書長 Państ,已經 canal看了一 receivers 他現在這麼 Vienna 所以趕不上今天的會 要我 rewarding 我們帶他來跟大家介紹今天的活動的情形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螢幕 OK 謝謝 為了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各位會議員 這非常腳踏實地 每次參國會議的時候 他都會請你去參與 而且他的英文很好 他也把我們的張碧鎮 在他帶他旁邊 不管到什麼地方 他都會一勞一勞配合得非常好 他也把我們現任的理事長送上 聊他地區的現在主席 他功勞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給他 雖然不在 給他一個掌聲 為大家簡介一下等一下的曲目 我們第一首樂曲是 《乘著歌聲的翅膀 阿來成姑娘》 他原本是一首詩 後來是由莫德爾頌把它譜成了一個樂曲 是一種非常優美的歌曲 我們的作曲家莫德爾頌 他也有幸福音樂家之稱 因為他出生在富足的家庭 所以他的作品常常都會給人 也比較愉悅祥和的感覺 像是等一下要演奏的這個 《乘著歌聲的翅膀》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想像 就是在這個鋼琴的爬音伴奏之下 你會感覺到好像是 坐在小船上 然後看著湖面的波光烈焰 那有微風這樣輕輕吹過來 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等一下的這個第二首樂曲是 作曲家筆拆的這個阿來成姑娘 那阿來成姑娘就是筆才 他其實很擅長描繪 就是比較衝突性的這個愛情故事 這個其實是法國的一個文學家 都德他的文學作品 筆才在把它翻成那個音樂劇的形式 主要是在描述 南法普羅旺斯很浪漫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有一個男子 很辛苦的愛戀著這個阿來成姑娘 他們之間的一個愛恨情仇與糾葛的故事 好 那各位手上應該有拿到節目單 那節目單裡面都有對於這些樂曲 還有等一下的這個演奏者的一些介紹 我們第一組演奏者是由陳賽老師跟張聖輝、張醫師 演奏者的演奏者的演奏 演奏者的演奏者的演奏者 演奏者的演奏 演奏者的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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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奏者 演奏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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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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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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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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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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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